随着节能减排观念的普及 新能源汽车也开始进入汽车市场 并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 很多厂家也顺应时代潮流 开始研发打造符合消费者和市场需求的新能源汽车 近期奇瑞EQE小蚂蚁300换新上市 受到大家的期待和关注 小蚂蚁300是依然平价的新能源智能车 三门四座的布局构造显得小巧玲珑 主要适用于中小型家庭代步使用 补贴后起步价6万多 一般来说新能源制造的核心三大件 电机 电池 电控是购车时的重要因素 而这款小蚂蚁恰好主打超强续航 在智能 安全等多方面都加以升级 同时智能互联极大提高了用户成价品质 外观上小蚂蚁采用了拼色风格 同时配置了双色铝合军轮圈 整体风格时尚新潮是年轻人的不错选择 动力方面综合续航里程可达250公里 马力十足 快充模式只需两小时不到即可充满 续航功能十分强大 虽说和纯电动车的电池损耗成本相比 新能源汽车确实能节省一笔不小费用 再加上购车时有不少优惠政策 还可以享受到旅程上面的政策 购车趋势逐渐偏向新能源汽车 但是小蚂蚁和同价位的旅行版车型相比优势不大 并且由于空间较小 购车人群也有一定局限 不知道除了现派的北上广地区 其他城市消费者的购车意向如何 使用适合作不能还算帮忙